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種奇怪的指材 因為我最近想要再開始畫畫 因為我已經好久沒有畫畫了 所以想說重溫一下 繼續畫我最喜歡的水彩 那我其實也有畫水彩啊素描 色鉛筆 油畫比較少 然後有什麼 廣告顏料 壓克力顏料 反正有什麼顏料我都畫啦 不管它的 反正有東西可以畫出來的東西 我都畫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櫃子裡囤積的一些奇怪的紙張 然後還有 我最喜歡用的紙張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幾張紙我也不知道從哪裡生出來 應該是之前學校作業 然後留下來的紙 那這幾張呢都是徒步紙 所以它的表面呢都有點光滑 所以你只要看到表面很光滑很平整的 那都是徒步紙 它的特色就是 它不喜歡吸水 所以畫水彩的話 理論上是不會用到這些紙啦 除非你是要畫一些油線的飲料 什麼奇異筆啊 或者是什麼油線的飲料 才會用到這些紙 下一種紙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插畫紙 這個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用 因為它便宜 然後又好用 又不會騎毛球 像是比較爛的水彩紙 都會騎毛球 這個都不會 喔會啦 只是 比那爛的水彩紙 還要不容易騎毛球 這插畫紙不只可以畫水彩啊 你連色鉛筆啊 或者是水性 油線的飲料 廣告飲料 畫在上面全部都看起來超讚 就是一個萬用的紙啦 我還真的買蠻多插畫紙耶 你看我連這種超大四開的紙 我都有買 真的是超瘋狂 接著下一個 這是我們的法國水彩紙 那這一紙 我記得還蠻特別的 那這個法國水彩紙 它其實有兩面 一面是比較粗糙的 就毛毛的 好像毛衣的感覺 那另外一面就是比較平滑的 就跟插畫紙 其實摸起來 其實還蠻像的 比較平滑的面 那這兩面都可以拿來畫畫 那就是 看你需要什麼樣的紙張特性 像是水彩啊 你可以畫在 比較粗糙的這一面 或者是 背面 就反正畫起來就有不同的感覺 就看你自己想要怎麼畫 都可以 下一種這就是我們的日本水彩紙 那 我手上這個就比剛剛的水彩紙還要便宜一點 一些就比較 大家常見的水彩紙 那 它的兩面其實沒有差距太大 一面是比較凸出來的 一面是比較凹進去的 但是 差距沒有像剛剛的法國水彩紙 那麼明顯 就是兩面差很多 這個沒有 反正每一種紙都可以正反面使用 就是看你的美材啊 你要畫的東西 到底適合哪一面 還有你想要創作的方式 到底是怎麼樣子 來挑選 你要正面還是反面 或者是就隨便你用 或者是你可以兩面都畫畫都沒差 最後一款我喜歡的紙 這個就是Farbrino 就是義大利的紙 那它其實還蠻耐操的 真的很耐操 你的水彩你可以一直磨一直磨 因為像 把這個紙 當作油畫畫布一樣 一層一層一直疊一直疊 但是這個紙就稍微有一點貴 所以我目前庫存只有三張紙而已 而且都捨不得畫 那我目前手上這個Farbrino 它的型號是artistical 那這一種紙呢 它雙面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畫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是比較粗糙的表面 所以就看你適合畫什麼 來選不同的紙張 接下來這幾天我會再挑一張紙 然後再畫一下我最喜歡的水彩 就算是重溫一下畫我最喜歡的水彩 那之後也不一定只畫水彩 可能會再拿出我的色籤筆啊 或甚至是麥克筆 就是我根本就在亂畫的麥克筆 全部再來玩一下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畫畫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凱雅雅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